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数据血缘的话 其实现在特别是大型企业里面 他们因为它的整个数仓比较复杂 所以数据血缘是一个强的一个需求 那随着大家对数据安全的一个重视 那数据航迹权限和数据脱缅 这个很多企业也是需要的 就是我们在像中信集团 包括三音集团 就是很多这些大的企业里面 就是他们都会需要这种诉求 所以就是我会讲一下 在Flink这方面做一些工作 就是我今天讲的话是对应两个开源项目 这两个开源项目在GitHub上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后面的话我会有GitHub的一个地址 那先讲一下那个 少一张PP 没关系 后面会有 那先讲一下那个航迹权限的话 就是我直接靠近一点给大家讲 对航迹权限的话 其实比如说像用户A 它只是能看到这两行的数据 就是最后那个字段Region等于北京的这两行数据 那UderB 它其实只能是能看到那个Region等于杭州的这两行数据 那对同一个字段的话 比如说这个Customer Name 那用户A看到它字段是一个全脱缅的一个状态 那用户B的话 它是看到的是前面四个 就是后面的字段是脱缅的 这个其实大家如果熟悉那个Ranger的话 其实它跟Ranger上的策略是一样的 后面的话我会有完整的一个Circle的例子 可以给大家去看 那在离线数上方面 其实像Hive包括像Spark 它其实都是有对应的一个开源项目 是有一个解决方案的 但其实是不支持字段间的一个Transform关系 Transform我待会儿会给大家去讲 第二个的话就是在数据权限方面 那其实Ranger其实这方面都是已经支持的 但是截止我写这个PG的时候 那Ranger肯定还是不支持Flink的 那第三个点的话就是 Flink的话就是它的数仓 实时数仓发展这个领域还是比较短的 那Ranger是不支持的 包括其实像刚才讲的Stream Park 就是我们这种系统 如果要去集成Ranger这种操作系统 那Ranger还需要在底层放插件 所以这种就会比较重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自己做了一个 其实也是只是想把核心的一些技术做出来 那这些技术做出来之后 我们也是可以集中到Ranger里面 下面这张图是Atlas里面的一个选择图 右边那张图是在Ranger里面 我们去配置航机前一圈的一个脱米一个条件 这是类似的 那先简单讲一下Karset Karset其实是业界大数据查询框架的一种通风思路 它的目标就是one size fits all 其实核心要讲的 其实我们flink 因为我们要改参flinkCircle 那flinkCircle里面 它其实都是用的是Karset Karset的流程其实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Parser 其实大家输入一个Circle 会经过语发解析 会得到一个ASG 就出向语发数 里面它是里面是用那个CircleNode来表示 那经过Validator和Converter 它会转为一个那个RealNode RealNode就是我们说的关系数 那最后再经过优化 整个Plan 后面的StreamGraph 那个JobGraph 因为我后面的选解析要用到 就是要是要从RealNode来解析的 所以这边我是在Karset的官网上 给大家放了一个Circle 这个是我的Circle 然后中间的话它是它的一个语发数 就是ASG 那可以看到经过Converter之后 它会产生一个RealNode 那经过RealNode之后 你可以看到是先对两张表 进行一个Scan 然后再做Join 最后再做一个Filter 再做一个Project图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计划肯定不是个最优的 所以它真正之性是 还会有后面的一个优化 包括物理化 但是今天我们做选解析的话 其实到那个RealNode就可以了 那我就是根据Flink的原代码 FlinkCircle原代码 我其实把FlinkCircle 就是它的一个质用流程 然后整理一下 其实跟刚才Karset的类似 然后简单讲一下 就是也是Parser Parser的话 其实它底层用的是JavaCC 把我们的Circle转为那个ASC 就是刚才看到的那个 中间这个东西 那它其实用CircleNode来表示 第二部分就是WireData 其实就是对我们做一个 语义法的一个验证 比如说我们写Circle 那个表在不在 比如写X-Lag星 它在那个星的时候 在WireData的时候 这个星就会变成表里面的 一个所有的字段 然后第三个是语义分析 语义分析的话 就是把CircleNode 转为RealNode 就是这个是核心的一个部署 做一个转换 第四部分就是逻辑优化 和第五部分 就是一个执行的一个阶段 这里面我也放一张图 其实跟我刚才讲的是类似的 就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然后第四部分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在第四部分 它其实是做了很多一个工作 比如说那个自查区的重写 然后包括到后面的物理 以及物理化的一个重写 那其实我们做旋不需要到 就是到这么多 就是旋解析其实很简单 就是其实我在做旋的时候 因为以前不管是 一些方面也做了很多的一个工作 就是我要做的 就是要找的一个方法 就是非常简单的那个方法 可扩展性比较强的 所以就是讲一下 就是其实本质上来说 今天我的旋解析 也是用了Caroset的一些能力 但是因为Caroset 它自身一些能力 在Fling Circuit方面的缺陷的不足 我做一些扩展而已 本质上还是Caroset的一些能力 但是我希望大家这个思路 是一定要是要对的 那第一步的话 是对书的Circle 我们进行Parser Valget Converter 然后生成的是一个Real Node的树 在优化阶段 其实我们只要生成到 优化之后的一个逻辑计划就行了 就后面那两个物理化 是不需要的 那第三部分 其实核心的话 就是叫Caroset的原代码 然后去获得目标资段 对应的每个字端 它的一个原字端的一个血缘信息就OK 那后面这张是一张头 其实看到右边那边 其实我在优化阶段 只需要到那个逻辑 以及逻辑的一个重显 后面的物理化 其实是不需要的 那这里面给大家 哦 好像这个 是很老的 没有说新的 没有是吧 不好意思 因为我之前 这个PG现在好换吗 这个 因为之前我那个新的PG是 就是有图的 那就是这样吧 对 没关系 就是我今天讲的 就是在我那个团案项目上 大家是所有 包括今天讲的PG 其实所里面的文档 然后包括核心的基础点都会有的 那我今天这边就讲的好了 其实就是上面 我其实是定义三张表 然后这边是定义两张表的一个Join 然后插入到 其实是插入到后地一张表 然后右边是它的一个 血缘的一个关系 嗯 这里面就是要讲 就是刚才讲的就是三步 我们通过简单的三步 就能获取到一个血缘的一个关系 但是就是对于Flink Circle里面 一些特有的一些语法 它其实是解析不了的 那其实 嗯 我们针对这个LOOKUP JOIN 其实因为 它那个实施的语法 比如说For System Time 就是这种 这种语法 它其实是解析不了的 那其实本质的原因就是 我们可以看 就是一般在解析血缘 解析出来是 我们思路是这样的 就是拿到一个Circle 然后看到这个Circle 对于一个瑞东的树 会发现这边它对于呢 是一个 Snapshot Local Snapshot 然后找到这个Snapshot 然后在Circle的原代码里面 找到对这种算子 它有没有做一个处理 如果没有 血缘是解析出来的 嗯 所以的话 这个是血缘 所以 就解析不出来 所以就是我们在Circle里面 去加了一个 简单的一行代码 然后它这个血缘 就是能解析出来的 那其实我 刚才给大家讲的 是一个整体一个思路 就是 就是增加那个LOOKUP JOIN 其实我那个 只是加了一行代码 但是对于复杂的一些 复杂的一些算法 其实那个 我加的代码 还是比较复杂的 就是需要 就是多写一些代码 去解析这个事情 那比如说像UDTF 其实我们可以把 就相当于是 一个表了 一个字段 通过UDTF 注册为一张临时表 然后再去解析 然后我其实 它每种语法 就是我刚才讲的 它会 你们看那个罗友计划 它会找到对应的 RAIL的内型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在Circle Set里面 去加对应的原代码 就是加对应的方法 然后在那里面 去做解析 就是今天大家 有感兴趣的话 只需要知道 这个思路就好了 因为原代码 都在GitHub上 大家可以去看 那另外的方面 就是我个人 还是做了一些 就是创新吧 就是相当于是 因为我们解析到 血缘关系 但其实是不知道 这个血缘 这个字段 是经过前面 那几个字段 怎么来的 那今天做了一些 就是解析 就是工作 就是比如说这张表 里面一个字段 它是经过这个UDF 然后处理 XWD这张里面 其实大家在看 血缘关系 是右边那个 有个Transformer 就是转换关系 那我们就能知道 Hody里面那个字段 就是Hody里面 那个Name字段 是经过那个 UOS那个 经过了一个UDF的 一个处理 那就知道了 对 所以这样 就这样的话 大家在看 血缘图的时候 就是能知道 这个字段 经过前面那几个字段 怎么样一个 加工关系得到的 那又 就是这边的话 我给大家举一个 更复杂的例子 就刚刚是它有ID 经过SAM之后 得到一个SAM ID SAM ID又经过一个ABS 就针对这种 多层的复杂的一个关系 那我也是能解析到 它右下角的ABS SAM S 就是能解析到这种复杂的 一个Transform关系 对 就这样的话 大家在血缘图里面 就能看到 整个字段的一个 加工的一个逻辑 那下面再讲一下 那个航级权限 刚才血缘那篇已经过了 这边是讲一下 航级权限 航级权限 它其实 我的核心解决思路 就是在真正 一个Circle 然后在它的 Wire桥键里面 加上我航级权键的 一个约束就好 所以 就是我是需要 就用户在 比如说在我们Stream Pack 或者说在 别的平台上 要制行一个Circle 我的核心的思路 就是要对这条Circle 进行去改写 那思路的话 就是比如说 我输入一个 Fling Circle 那肯定是要 先进行一个ASC 注意我这里面 就是到ASC就好了 不需要到那个RealNode 那相当于是我会 便利这个ASC里面 找到 就是 因为我们是 做那个航级权限 比如是对Select的 所以找到它的Wire桥键 那我会把 航级权限 航级权限就相当于是我 对这个用户 这个表 定义什么 一个航级权限 然后会把它的 航级权限 其实就是一个 比如说 Region等于杭州 或者说更复杂的 一个表达式 会把它经过 Circle Set 然后做一个 就是解析 就解析表达式 生成一个Circle Basic Code 然后会把 就是这两个 就是 老的Wire和这两个东西 进行一个融合 生成一个新的Wire 然后就是 这样的话 就是把航级权限 就可以加进去了 然后后面的话 就是会生成一个 新的一个Circle 就 当然我刚刚就是 讲这一套 其实 都是顶层的一个 实现逻辑 那假如说 我们未来 很多企业在 建10平台的时候 其实这些东西 对用户来说 都是透明的 用户来说 我就是这一个Circle 然后我在一个 全线管理平台上 比如说类似Stringer 我配置了这个用户 这张表 有什么航级 一个全线条件 就OK了 那其实我这里面 也给了一个 详细的一个方案 就是会讲 就是我是怎么做的 其实主要的话 就是便利 就是ASC里面 预发数里面的 Select数据 然后判断它 form类型 form的话 其实只有两种类型 一种就是来自于 三种 一种是Circle 就Join Join的话 会有左节点和右节点 当然可能是 它可能是多表Join 所以这里面 会有一个地规的操作 那如果是来自于 紫查区的话 那继续回到前面 我再处理紫查区里面的东西 这里面就是刚才讲的核心 就相当于是 把EU的Ware 和航级权限的一个桥件 然后进行一个拼接 生成一个新的Ware 就好了 然后再期换旧的Ware 就好了 大家看个例子 其实我在界面上 就是用户书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一个就是 select 语句 那其实我后面的拼接 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是自动的会 就是系统在执行的时候 会自动的给它加一个Ware 因为这个用户 它配置的是 只能查看Region 等于北京的一个数据 所以就是加一个Ware 当然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代码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个单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比较复杂的一些例子 比如说多表Join的一些例子 那这里面讲一个 就是测试一下 两表Join的一个案例 其实就是 Others和Products 这张两张表去做Join 然后并且有一个Ware条件 那其实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定的一个Ware条件是 就是要看一下 是Region等于北京 可以看到那边是增加了一个O.Region等于北京 看我家那个O 其实我也会把那个别名给补充上去 一个条件会用扩号扩起来 所以就是我理解 其实相当于是在Fling Circle上 去动手术刀这种操作 就是我们要去改写它 改写它那个语法术 那另外一个就是数据托米 就是其实思路是类似的 就是那也是一个Fling Circle 那我会做语法解析声中FG 然后再查询里面 Circle Select的输入表 那这里面其实 用于托米策略 比如说我们对某张表 刚才讲那个 比如说那个一个 一个字段 我们要托米前四个字段 或者说全部托米 我们会把定义托米的字段 然后全部转回Cast 就是什么托米函数 字段名 Is 字段类型 字段名 然后最终再经过 Characy Parser 一个Path Expression 生成一个Circle Select 再把这个用这个Circle Select 然后再期换里面 就是之前我找到 那个Select那张表 把那张表表明 期换成一个Circle Select 的一个字查询 这样的话 我就会生成一个 新的一个Circle 然后继续新的一个Circle 来继续执行 给大家看个例子 这里面再讲一下 这个输入表 就是经过对Fling Circle的 一个语法的分析 就是包含输入表 只会有两种情况 其实第一个就是 Select from的字句 它如果是子查询 则继续地进行 低规便利 另外一种的话 其实就是Join 它的Left和Right 一个字句 如果是多表Join 我们要处理一个 低规的一个情况 那这张图跟刚才的 那张图其实是一样的 其实我个人在做的时候 就是这边 我没有改那个Circle的原代码 其实是通过Circle Set 然后的访问者模式 然后自定了一个 Data Mask Visitor 来实现的 然后会便利 就是语法术里面 Sircle Stack对象 就是用自查询 然后器换里面的 一个输入表 给大家看一个效果吧 这个图会比较细 下面 先讲这个 不好意思 讲一下这个 就是这个 这张PP 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 Ranger里面的 透明策略 它其实用的是 Hive自带的一个函数 就是下面我已经列出来 这个我们是分析一下 那个Ranger的原代码 那其实大家也知道 就是在 Flink里面是支持 Hive的开Log里面 所以我们在Flink里面 也是能定义 Hive的一个系统函数 因此就是我们在 我这个方案里面 就是也可以在 FlinkCircle里面 配置Ranger的一个 脱敏策略 就这样的话 就是两个点嘛 一方面的话 就是我们更容易地 去和Ranger 进行一个集成 另外一个点的话 就是相当于是 很多人之间在 离线数仓里面 习惯性地 配置那些脱敏策略 那我们也是可以 无缝地迁移到 我们的整个 实时数仓里面来 这样的话 对整个用户的 使用成本 是非常非常低的 那看到就是 我这边给了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数据托免 就是一个Select的 一个案例 其实左侧的话 就是我的一个 就是简单一个查询 那就是经过就是 处理之后 你可以看到 我就是把那个 SelectAlt的三张表 它其实是改为了 一个自查询 就是二到四那张表 那个表明 我先找到那张表明 然后找到表里面字段 看这个表里面的字段 哪些字段 定义了托免条件 发现只有那个 Customer Name 那个字段 定义了一个就是托免 你可以看到 我是通过那个 MaskCustomer as Stream 然后Cast转一下 然后再As一下 这样的话 对上层的水果 其实是无感知的 对 所以就是核心的速度 就是把表明 可以改成 就是一个自查询 对这样的话 其实大家如果收取 Ranger原料码的话 它其实跟Hive里面的 处理策略是一样的 Hive就是Ranger处理 Hive的托免策略 也是这么做的 类似Stoe 那刚才讲了 就是航机权限和数据托免 那其实我们在用的时候 可能是希望航机权限和数据托免 其实是同时作用的 那这里面我也给了一个流程图 那第一步的话 就是我们是对收入的 Think Circle 然后进行语法解析和语法教验 使用AST 先通过航机前线 然后切换里面的Wire子具 然后输入托免把输入表改为自查询 甚至一个Circle 对 然后进入新的一个Circle 然后去执行就好了 这里面也是一个例子 就是 针对于上面同一个Circle 那针对于 就是对应到我前面那个例子 不同的用户查到 不同的行的一个数据 然后不同的用户 然后查的自断的托免策略不一样 那其实可以看到 在我们平台上 就是同样一个Circle 用户A和用户B 因为我们俩 对应的航机权限和托免策略是不一样的 那在底层可以看到 就是底层执行的Circle 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那就是这个用户 它只能查看到Region 等于北京的数据 那个用户是Region 你可以看到是右下角 等于航路的一个数据 那托免策略的话 这个是相当于是Mask 相当于是全部一个托免 那边是Mask 说FirstN 其实那边是4 所以就是只显示前四个字母 后面的话是后面 这样的话就是 大家其实在做实时平台的时候 就是这种功能 我觉得是可以集中进去的 对 未来的规划的话 就是后面的话 因为我现在还差一个 就是如果Ranger里面的 那个Accessory 就相当于是某些用户 只能访问某些表 就是某些字段的一些功能 全线的一些控制 那下面的话 就是也是希望和Ranger去 跟Ranger系继承 贡献一个Ranger Flink的一个 Plug 其实我现在是两个独立项目 那后面的话 我个人也是希望 做一个整合 那两个开源的项目 都是在这里 其实大家感兴趣的话 就可以去看一下 里面的原代码 包括文档 单侧都会有非常详细 今天我的分享到此结束 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谢谢 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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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